嗨 觀眾好 我是聶寶 因為遊戲王的影片難產 來做一期暗暗破壞城的影片 來水一下YT的片數 這次參加了暗暗破壞城的一個壓力測試 比較可惜的是它並沒有開放到大絕招的一個設定 因為我覺得大絕招算是每個職業的一個重點特色之一 雖然說大絕大概一分鐘的冷卻時間才能開啟 但是無論是法師的火蛇冰箱 或者是盜賊的分身 劍雨 我個人覺得在畫面上的呈現來說都是很帥的 所以這次沒有玩到很可惜 然後就變成是你上次測試玩得越多 這次測試玩得越無聊的感覺 這次我體驗了兩個職業 分別是死靈法師還有俠盜 俠盜上次也有玩 但是不同的是我玩的是近戰的俠盜 因為我看了兩個流派 一個是獨樹的相關流派 另外一個就是走暗影流 會選擇暗影流的原因是因為 測試版有一個地方可以刷黑刃 那把劍很帥 然後這一次測試版有一個利多是 黑刃可以分解 然後換化成為你的外觀 但上次測試是不行的 所以說如果你很喜歡這個造型的話 你可以選擇刷個一把 然後分解掉之後裝上你的武器 只要你的職業是可以拿雙手武器的 都可以使用這個外觀 我個人覺得不錯 但是還要注意啊 就是這個刷黑刃的地方有可能會改 希望暴血不要改了 因為我覺得這把真的很帥 測試完兩個職業下來之後呢 死靈我當初會想玩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個血霧觸發失爆的流派 但在這一次被大大的nerf了 因為之前看到一個影片是 無限的血霧觸發失爆 然後用來跑圖的話 我覺得好帥 就是在直播上的畫面呈現 還有那個爽快度是 你玩這遊戲的目的 但是一旦這個東西被削弱之後呢 你就知道說 欸我 我裝備成型我不能長這樣 那我幹嘛玩這個職業 所以變相就是 讓我換職業的一個很大的誘因 然後這隻狭道呢 是使用了這個 扭轉迴刃的流派 扭轉迴刃的優勢呢 就是在 他只要插到敵人一隻 他就會減0.25秒的所有的技能CD 所以怪獸越多的情況下 扭轉迴刃命中目標越多 然後你的技能呢 回轉會越快 那大部分的狭道的技能呢 都是靠這個 灌注類型的技能來打輸出 所以說 你可以讓灌注的技能 不斷的施放的話 你的輸出就會變得很爆炸 那另外狭道呢 有第二個優勢點 因為這遊戲有世界王 所以 很多時候呢 都是 單隻boss在場上 然後狭道有個專精技能 他的被動 就是你只要攻擊特定的目標 一段時間 你就可以獲得無限的能量4秒鐘 這個你不管用什麼樣的 右鍵核心技能來打王 都是很爽快的 你在這段時間之內呢 你可以爆發輸出 想怎麼打 想怎麼花能量 能量就是不會乾 喔 這個聽起來真的很爽 所以無論是你玩狂襲流啦 扭轉迴刃啦 或者是你走遠程的一個連射流 那其實到後面玩起來 都很爽 只能說很爽快 這次測試的時候呢 有體驗一下翻屍體的一個玩法 在這些測試的左上角地圖裡面 有個地圖叫科卓鋼 這裡的劇本呢 你只要不要把尾王打掉 他的劇本會不斷地重生 所以你可以重度地刷裡面的寶箱 還有屍體 然後去翻到裡面的傳說 但這句傳說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 可能會掉20等以上的 你不能使用 真的很尷尬 因為我就刷到了夢寐以求的 扭轉迴刃的特效 但是它是22等 然後我還不能用 重點是它還是滿%數的一個傷害 好想穿 真的很可惜 要是能裝上這個 我覺得我也有機會單挑世界BOSS 那另外這邊的傳說掉率呢 我覺得和上次測試差不多 一小時差不多3到4件 玩起來很舒服 但是打小怪的一個體感掉落率 真的是算0 基本上都是靠寶箱還有屍體翻到的 好那另外這次使用的技能配置呢 在刷圖上面體感也是很舒服的 因為利用了暗影步伐的暈眩 搭配了煙霧彈的一個保命效果 在針對BOSS的一個吉他上面的話 很舒服 然後保命能力也是有的 因為我們這邊帶了隱匿 所以在被擊火的時候呢 可以快速脫戰然後跑到下個地方 但有一個能力的話應該會換成大絕招分身 來做使用 這個能力可能是煙霧彈 上個影片的一個留言底下 也有人跟我說 毒陷阱也可以有不錯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考慮使用毒素灌注 搭配了毒陷阱當保命技 然後再配個大招 這樣的話四招就已經成型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後這一次呢也決定了我未來的一個玩法和流派 那希望呢正式版職業專精不要砍太多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都覺得 霞盜的一個專精技能第二個 有點過於OP 所以可能會削 但現在聽到削弱兩個字在各大討論區都有點 你該怎麼說反感是不是 你到底砍我東西幹什麼東西 快受不了 沒事砍死你幹嘛 又沒有很強 好啦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真的很強 你被削就好像某些東西被抽離了 就你以前有的東西沒有了 就打起來的感覺很怪 就好比說法師的這個多頭蛇 本來就覺得還好 然後現在 持續時間被nerf 然後傷害被nerf的情況 就玩起來就覺得沒有以前舒服了 好像哪裡怪怪的 反正到頭來是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玩的舒服比較重要 好啦我是聶寶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